谢志柳 1910到1997 江苏常珠人 当代著名的书画家和古书画鉴定家 他也是当代草书大家 海派画坛最后一位国宝级艺术家 集书画和鉴赏于一身 他的书法主要借鉴了陈红寿的义 颜真轻厚 怀素的狂和张旭的电 功力深厚 他的书法风格温润清和 既不吉不利 灵动而不失法度 特别是晚年 他对张旭的古诗四帖下了很大功夫 他书法创作时胸有成主 笔走龙蛇 一气呵成 充满了古义 张旭古诗四帖中奇特多变的线条 在谢志柳的笔下变得平和温厚 锐利之处转为柔润 锋芒减少 内运增加 线条更为饱满 更具立体感 对于书法 他曾坦言自己无意当书家 只是好学 好写 好研究 在曲法经典悲帖上没有刻意临帖 更注重的是对古代悲帖的心灵神会 正是由于这种传统学者文人的气魄 使他的书法超越了书法本身 真正达到了无意瑜伽而加的境界 谢志柳的独特学书方法也给我们一些启发 学习经典悲帖不仅仅是学习外在性思 更重要的是要达到内在气息的神思 他的书法作品展示了对经典悲帖的深入理解和独特的创造力 他的作品充满了韵味和内涵 让人沉醉其重